第九十三集 落霞斋里 林兰一面给明允涂药膏 一面埋怨道 这叫你演个戏 你这么认真做事 把自己伤成这样 林明允不以为然 笑道 既然要演戏 就要演得逼真 不然我如何使得阿静跟了我出来 这点小伤不碍事 抹了药膏一点也不痛了 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 父亲会不会真把玉莲给办 林兰猜测着 李明允歪了歪嘴角 闲闲说道 不管办没办 我只知道 以后老巫婆想把玉莲塞我屋子里来 是不可能了 林兰又道 哎 明允 你说 我这计策是不是太狠毒了些 父亲要是被人捉奸当场 嘖嘖嘖嘖 哼 林兰嘖嘖两声 想象着那惨不忍睹的画面 心里偷笑 李明允歇了他一眼 哼哼道 哼 是狗狠的 那话是谁说的 最独女人心的 十分有理 林兰歪了他一眼 去 我这叫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会叫他连人都不想做了 难道只准他老巫婆往我屋子里塞人 我就不能往他屋子里塞人 他下次再塞 我还塞回去 李明允沈笑道 谁惹了你 谁倒霉 林兰也歪了歪嘴 彼此彼此 你也不赖 说吧 眼巴巴地望着门口 很是稀奇地说 嗯 不知道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 冬子怎么还没回来 一回宁河堂 姜妈妈就赶紧把下人都赶出内院 夫人这回是气疯了 韩氏死死地盯着惶惶不安的明珠 明珠被母亲挤进猙獰的表情 吓到了 害怕地扯着衣袖发抖 暗暗给一旁的大哥地眼色 希望大哥关键时刻 能帮衬一把 明泽只做没看见 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这就是你安排的好戏 一句问话 带着满腔的怒火 从齿缝中蹦出 明珠瑟索着 确确地看着母亲 弱弱地身边 本来不是这样的 女儿以为屋子里 十二哥 十二相说看到父亲走了 所以就让玉莲进去了 女儿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韩氏怒不可遏 骂道 我警告你多少回 不要去招惹那对贱人 这下好了 偷鸡不着 十把米 把人送到你父亲床上去了 还叫人去捉奸 你 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韩氏骂得 一口气上不来 姜妈妈赶紧给她揉背顺气 也埋怨了小姐几句 小姐 你这回可真捅了大娄子了 明珠念诺道 我 我也不是故意的 明泽用胳膊肘 捅捅明珠 小声道 你少说几句 韩氏这口气缓过来 扶着胸口哀声道 哎 我这是做了什么孽 生了你这么个成事不足 百事有余的孽障 我苦熬了十六年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们俩 可你们 是怎么报答我的 一个不思进去 一个 整天就知道惹事 我没叫别人先害死 倒叫你们先气死 江妈妈忙劝道 哎呀 夫人啊 您别激动 消消气 事已至此 您生气 也无济于事 还是想想 怎么补救吧 韩氏气道 还怎么补救 指不定老爷还以为 是我设的圈套 害得他没脸 这个老不休 整日里一副假正经 原来早就盯上了年轻漂亮的 要不然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能把人弄床上去 真叫人恶心 说不定 待会儿还要来找他算账 得了便宜还卖乖 明珠最怕的 就是父亲 现在还不知道 于莲是怎么解释的 要是把他供出来 父亲肯定会剥了他的皮 真没想到 于小姐看起来 柔柔弱弱的 竟也有这等心机 江妈妈缓声道 明珠脑子里灵光一现 忙复合道 就是 就是 我只让他送茶进去 没叫他做别的事 我还让他摔杯子 做暗号的 难怪他一直没摔杯子 原来是在勾引父亲 等上了手 才暗示我 他真坏 亏我还这么相信他 明珠几句话 把自己从始作俑者 成功转型为受害人 韩氏怒骂道 你还有脸说 若不是你自作主张 别人怎么有机会钻空子 一个刘姨娘 已经让我够头疼了 再来一个 这日子还怎么过 明珠憋憋嘴 嘟弄道 与其让刘姨娘专宠 不如把鱼莲 也抬作姨娘好了 让他们俩去争宠 去斗 最好斗得你死我活 娘不就生心了 韩氏心头冒火 冷声道 哼 你这真是个好主意 明珠受到表扬 还很得意地笑了起来 总算还能将功不过 下一刻 脸上就重重挨了一耳光 半边脸都麻了 人也傻了 明珠捂着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 生怒的母亲 你个浑正东西 你是嫌娘命太长 巴不得早得把娘气死 是不是 韩氏脸都黑了 指着明珠鼻子嘛 明泽也吓了一跳 忙上前劝道 娘 您千万保重身子 江妈妈也劝 夫人 别动怒 韩氏眼睛都要滴出血来 恨声道 我如今才看明白 你原是一只白眼狼 我算是白疼了你这么多年 江妈妈 把小姐带回去 关起来 从今以后 不许她再踏出房门半步 直到出阁为止 明珠吓坏了 扑通跪下来 扯着母亲的裙摆 哭求道 娘 您别生气 是女儿不懂事 说错了话 女儿再也不敢了 娘 女儿不敢了 明泽见母亲 这回气大了 依明珠的性子 关她 比打她更难受 明泽不忍 也跪下来求情 娘 妹妹是有口无心 您知道 她就是这样的性子 今日的事 是妹妹思虑不周 可她也是想为娘分用 娘 您就消消气 饶过妹妹这一回吧 韩世怒道 你给我闭嘴 你们俩 一个比一个 不叫人省心 我若不关着她 还不知她又会做出 什么浑事来 娘 女儿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女儿以后 一定听娘的话 明珠哭得上气 不禁下气 韩世不为所动 江妈妈 还愣着做什么 江妈妈看着 哭成泪热的小姐 嗨嗨叹气 去拉小姐 明珠不肯起来 一味地哭求 韩世冷声道 哼 你尽管在这里哭闹 待会儿你爹来了 知道你做的好事 看你爹怎么罚你 明珠顿时 拈了下去 也不敢哭了 她再没脑子也知道 父亲若是发起火来 断不是她能承受的 明珠看妹妹被带走 心里很是焦急 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韩世喝道 你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等你爹来发作 你不成 明珠赶忙爬起来 娘 您且消消气 儿子明日再来请安 人都走了个干净 韩世神情为顿下来 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样 心里焦脆 一双不争气的儿女 一个薄情寡义的丈夫 还有两个难缠的对手 她真是累了 明珠奄奄地回到微语阁 丁若言已经躺下歇息 明珠坐在床前发了一会儿呆 心里闷得慌 这阵子 考试的压力 已经让她喘不过气了 其实她一点也不爱读书 可是从小 母亲就告诉她 你若不好好念书 爹就不会喜欢你 你不能让明珠比下去 曾经 她也努力过 曾经她以为 自己不比明珠差 只是明珠比她命好 有爹照付而已 后来才知道 她和明珠 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她便是再刻苦 再努力 也是望尘莫及 可是 母亲的期望 父亲的责难 逼得她不得不向明珠看情 她不是怕考试 她是真的怕大家 又拿她和明云比 她也是个人啊 为什么 她一定要活在明云的阴影里 谁能了解她的痛苦 明珠看着静静睡着的若言 无声叹息 父亲不懂 母亲不懂 连若言 连若言 也不懂 他们都嫌她没出息 只有碧如 碧如从不嫌她不好 只有碧如 那样崇拜她 可碧如 也不在了 明珠犹豫再三 推了推若言 她真的很难受 希望能得到若言的一丝安慰 哪怕 只是一个微笑 丁若言早就知道她回来了 可她实在懒得跟她说话 今天的事儿 让她觉得很悲哀 万人眼中多么风光无限的李家 其实是多么的龌龊不堪 干嘛 丁若言被她推得烦躁起来 明珠可怜兮兮地说 若言 陪我说说话吧 我心里难受 丁若言并没转身 只冷冷说道 你让我陪你说什么呢 是说说公爹多么风流 还是说说 你表妹多么自以为是 明泽文言 如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透心得凉 她默默地起身离开卧室 在书房门口徘徊着 竟不知该何去何从 李靖贤没有急着去找韩氏 而是叫阿进去把余莲的丫鬟叫来 并戴上干净的衣裳 余莲身上的衣裳 已经被她撕破了 这样走出去 丢的就是她这个老爷的脸 等余莲换好衣裳 李靖贤道 知道该怎么做 余莲含泪点头 事已至此 她只能指望叔父 言而有信了 不然 这天底下 便再没有她立足之地 李靖贤摆摆手 那你去吧 余莲走后 李靖贤问阿进 你何时回来的 阿进虽没瞧现当时的情形 却也猜了个七八分 不仅寻思着 这话可不能随便回 说早了 说晚了 都不成 便当 奴才送二少爷回了洛霞斋 看着二少奶奶 帮二少爷上了药 便回来了 其实她才不是 看二少奶奶 给二少爷上药 而是二少奶奶 赏了她一碗桂圆莲子汤 她喝完了 才回的 李靖贤抬了抬眉毛 若无其事地问 你回来时 可瞧见了什么 阿进低着头倒 奴才回来时 看见好多人 从书房这边出来 表小姐在外面哭 大少爷好像在训她 奴才本想进来伺候 大少爷又把奴才赶了出去 后来是夫人 将奴才在门外候着 阿进一五一十地回答 这事可怪不到她 她不来 是大少爷不让 她来 是夫人让来的 李靖贤面上肌肉抖了抖 心里冒火 好多人 韩氏啊韩氏 你想抓我的把柄 表小姐为什么哭 李靖贤压抖着心头怒火 故作平静 阿进直舞道 这个奴才也不清楚 只隐约听见 大少爷说算计之类的话 李靖贤脸上肌肉抽搐得更厉害了 果不其然 当真是韩氏算计他 还不惜叫儿子女儿来做帮手 叫明泽和明珠亲眼看到 做父亲出丑 韩氏啊韩氏 你以为你玩了这一手 就能把本老爷踩下去 就能以此来要挟本老爷 好抬高你的地位 做梦 这边是焦头乱额 愁云惨物 那边却是精神振奋 兴高采烈 林南先前听了冬子的回禀 大呼结气 老巫婆 看这回气不死你 林南又吩咐锦绣 去宁河堂盯着点 看看有什么动静 李明云已经洗漱完毕上床了 看林南那兴奋的样子 皱着眉头拍拍床铺 好戏这才刚开始 你就这么激动 今晚还睡不睡了 林南笑嘻嘻地走过去 坐在床边 歪着脑袋说 反正也没外人 你还不许我高兴一下 这口气我憋很久了 李明云审笑 宠溺道 你呀 那边 古迹有得闹 难道你还一直等着 林南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我精神好得很 就等着 你明日还要上朝 你早点睡 明早告诉你最新战况 李明云抱着他 抱怨道 你看我的手都受伤了 你得安慰安慰我 受伤了更该早点休息 乖 赶紧睡 林南从他怀里睁开 替他噎好被子 柔声哄荡 李明云也知道他的脾气 不好的事 反倒能忍 高兴起来 就克制不住 只好随他去 叮嘱道 你也别太晚 当心明天精神不尽 迷迷糊糊给人诊错了脉 林南瞪他一眼 你少住啊 还是愁长白转 烦恼着 这事该如何解决 春信进来禀报 夫人 于小姐在外头跪着 韩世眉头一拧 愤然道 他还有脸来 春信道 是否让于小姐进来 就让他跪 他爱跪多久 就跪多久 韩世恨不得撕了 于连那张脸 春信欲言又止 默默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 江妈妈回来了 夫人 小姐怎样了 韩世低声问道 老奴劝了几句 已经平静下来了 你劝他做事 就该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都说吃一切长一支 他却一点记性也没有 韩世恨恨道 就他这样 心不平 本身又没有 还喜欢瞎折腾 以后到了婆家 怎么给你整死都不知道 江妈妈默默 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了想 道 夫人 您是不是把于小姐换进来问一问 他跟老爷是怎么说的 韩世冷哼一声 有什么好问的 从他嘴里能问出真话来 江妈妈暗叹 夫人真是气糊涂了 夫人 您好歹问问他 有没有把小姐供出来 您也好早做打算呀 韩世呼吸一致 醒过神来 他竟忘了这一茬 去 把人带进来 江妈妈刚要去掀帘子 帘子却被人呼得高高掀起 老爷面若富霜 浑身酸发着寒气走了进来 老 老爷 江妈妈不禁打了个哆嗦 韩世心头一灵 本想起身相迎 可是一想到那叫人吐血的场景 脚就如同被粘在了地上 李静贤瞥了眼 一脸冰冷的韩世 一撩一摆 默然地在上手卫坐下 他还没发火呢 他倒是先摆脸色给他瞧 两人都黑着脸不说话 屋子里的气氛 凝重地叫人喘不上气来 江妈妈失去的 叫春醒赶紧上茶 李扎爹端着茶 只扶着上面的茶叶 并不喝 口气淡淡 夫人身边的耳包神不少啊 韩世也淡淡开口 妾身也是关心老爷 生怕有些不省事的小蹄子 坏了老爷的清育 李静贤眼皮也不抬一下 讥笑道 只怕想坏本老爷清育的 是另有其人 韩世就知道 老爷会反咬一口 冷笑道 深正不怕影子邪 老爷 您行得端做得正 谁能坏得了老爷的清育 李静贤把茶盏重重一割 砰的一声 在寂静的屋子里 显得格外刺耳 江妈妈的心 猛地踢了起来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 不管于连是不是你安排的 今日 本老爷还就要了他了 李静贤口气冷硬 哼 若是今日之事 有谁敢在外面 嚼半句舌根 不管是谁 本老爷一定拔了他的舌头 叫他一辈子开不得口 韩世心头怒火翻涌 好你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韩世冷笑道 哼 于连不过是送斩生茶而已 老爷就这么迫不及待 急不可耐 怕是老爷心里 早就惦记上了吧 李静贤沉着连 毫无半分愧色 事已至此 拼的就是底气 他作为一家之主 上个女人算什么 难道你带一帮子人来 就不怕失了自己身份 韩世几乎要破口大骂 可是江妈妈一直在摇头 韩世忍了忍 强迫自己镇静下来 看情形 于连并没有说出明珠之事 要不然老爷一来 定先骂教女无方 韩世冷冷一笑 哼 老爷都不要脸了 妾身还顾这身份做什么 老爷倒是怜香惜玉 只是老爷可否想好了 怎么跟大哥大嫂交代 老家的人知道了 又会作何感想 老家的人 可是都知道 大嫂把渔连带到京城来 是托咱们帮渔连 寻一门好亲事的 结果老爷却把人 弄到自己床上去了 李静贤恼羞倒 他渔连是什么身份 到京城来寻好亲事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怎么寻也是给人做妾 难道做我李静贤的妾身 还委屈了他 韩世不甘示弱 老爷好大口气 妾身却是不敢做主呢 渔连是大嫂带来的 明儿个妾身 就写信让大嫂把人带回去 老爷想纳她为妾 自己去跟大嫂说便是 李静贤动怒了 哼 韩世 你以为本老爷什么都不知道 你心里打的那点小算盘 本老爷一清二楚 本老爷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你若是安分一点 你我便相恩无事 你若再敢算计于我 我定不饶你 韩世激动起来 我算计你 我为什么要算计你 就算我再傻 也不会把别的女人 送到自己丈夫床上去 李静贤忽然笑了 哼哼 那刘姨娘 是不是你主动提出来的 夜市 不是你拱手相让的 这一招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用了 我算是你拱手相让我来说 我算是你拱手相让我来说 我算是你拱手相让我来说